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在恋爱和追求异性方面 我们往往会陷入无区 我们先看看动物是如何求偶的 孔雀之道开屏 小鸟会唱歌 恋爱会通过斗角来决出胜者 他们一般都是通过展示自己来吸引异性 而不是追着异性跑 有些男人在恋爱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展现自身的价值 而是想通过对他好 对他无条件的服从来表示自己的爱心 这就是恋爱中的男缘悲哲 走错了方向就很难到达目的地 经常会有人问我 为什么我对他那么好 他却一点不敢动 一点都不在乎我 要想一个人爱你 不是对他好就行的 不然你可以对任何一个女人好 那他会选择你吗 现实中最廉价的三样东西 一事无成的温柔 穷人的绅士 还有一贫如洗的真心 男人就要有自己本身的价值 当你的价值提升了 对他好 那才容易被接受 男人这些方面能力越强 女人越是无法离开 这是追女称的重点 一 面对女生的定力 男人见了漂亮女人 眼睛就移不开 这就是没有定力的表现 一个男人越是见过世面 就越有定力 即使面对再漂亮的美女 也能表现得体 那些漂亮的女人 见过的男人多了 对他们如痴如醉的粉丝 也是司空见怪 但是 如果你对他没有流露出一点欣赏 而是表现很正常 就会引起他的注意 他一定会想 这个男人跟别人不一样啊 面对我这样的美色 居然一点不为所动 我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 男人有自己的定力 这是吸引的关键 你的表现跟别人一样 就毫无特色可言 你的定力很强 就会让对方产生不适应 追求异性 一定是要用吸引法则 才能被你吸过来的 才有可能被你追上 那些根本不能被你吸引的女人 你要去追求她 简直难如登天 男人面对美女 一定要表现淡定 你是一个见过世面的男人 你越放松 他就越好奇 一旦被你吸引 就无法离开 二 能够赚钱的财力 男人有钱很重要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拜金主义 但是你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待这件事 一个男人凭自己能力赚取的财富 代表他的智慧 他的自律 他强大的生存和竞争能力 有钱的男人追女人会轻松 从人很多 所以男人不要关嘴上说爱谁 要用实际行动去为自己爱的人创造财富 女人爱男人不是爱他的钱 而是爱他背后赚钱的能力 男人更要看清一个女人是冲着钱来的 还是冲着人来的 但是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有钱的男人让女人很难离开 三 温柔婉转的表达力 男人也需要表达 悟论的呆子很难获得女人的青睐 很多女人虽然嘴上说讨厌男人的有嘴滑舌 但是心里却非常喜欢 男人的甜言蜜语 男人会说话 其实也是他情商和智商的一种体现 男人的幽默风趣真的很重要 一辈子时间跟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会收获更多的快乐 男人有能力的温柔 高情商的幽默 事实的表白会让女人体验到最高级的快乐 大部分女人都无法拒绝 表达力很强的男人 四 强壮体硕的体力 这最后一点也是颇为重要 一个人各方面能力都强 但是没有一个强壮健硕的身体 那怎么能行 男人也要管理好自己的身材 拒绝中年发福 拒绝啤酒度 保持健硕的体魄和持久的体能 不是只有男人会喜欢身材好的女人 其实女人也爱体格健壮的男人 她们就是行走的荷尔蒙 在某些方面会有很强的优势 而这方面是婚姻重要的基石 若想真正征服一个女人 一个强壮的体格是少不了的 女人一旦体验过这样的男友也很难分开 五 男人的情商 红女人开心的能力强 在异性交往中最重要的是情绪 如果一个男人不知道如何让一个女人快乐 不知道如何与一个女人交流与调情 那么一个女人很难真正喜欢你和你在一起 但如果一个男人总是善于说好话 总是能让一个心情不好的女人开心 让一个女人越来越喜欢自己 那么这个女人就会越来越理不开你 所以男人的情商 男人可以说甜言蜜语 男人会让女人快乐 能力越强 女人就越理不开你 男人追女人不是主动给予 而是通过展示来吸引 让对方感受到你的价值和能力 比你对他好 强一百倍 女人其实并不喜欢对自己唯唯诺诺的男人 他们在恋爱的时候 经常会用一招废物测试 看看你会不会按照他的要求 做一些你不喜欢 或者违反原则的事情 如果你坚守自己的原则 并且巧妙化解 就能赢得好感 你若真的照做不误 只会被他当作废物淘汰 男人在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越强 女人就像磁铁一样 无法离开 你明白了吗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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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